問一下388 因為都多朋友問的 港交所 首先是Carmen 他就說475元有貨 現水平差不多 他說都不知道 持不持得好 還是走了他呢 另外一個就是Kinder 他說他沒有貨的 想買 那什麼水平值得入呢 港交所近期都可能要做一些整顧 或者你問我長期來講 就應該不差 因為大家都知道的 現在中美關係這麼緊張 很多中資股要上市 可能都未必說再解決美國 或者審批都難了很多 無論是內地方面的監管 或者對於美國SEC方面的監管 都是會越來越嚴的 所以可能接下來港股 就會成為一些中資股 無論是第一上市 或者第二上市都好 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地 但是他們的上市部分 會不會因為這一陣港股的調整 很多的股份的估值都壓了下來 令到他們上市時間表都可能要延後翻跌 比如好像騰訊音樂 之前都好像說到似曾曾說來香港上的 但是最近的消息就說 他都說因為試況問題等等的緣故 都說要將上市的時間壓後翻跌 所以對港交所短期的股價會是有些影響的 但是你問我這一陣都由520多元 530元都回到470多元 這些位置我相信他都會有初步支持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位置附近買入的 暫時都可以先拿著 但是如果你純粹做短炒 就不要說一望 再看上540、550那些位置 可能都是先看上500元 或者再高一點510元左右 這些位置就可以考慮去沽了先 謝謝你 他說可以我也要出現 但是你能說不定 那個位置 就會知道 你跟我都知道 他還是在那邊 他是想說的 那麼多後 他才能講得到 他就像是一場 那樣 他發生了 用一場 多少 那一場 是 感谢观看